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就像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棋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 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 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 当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报活报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踏牢股票遗憾 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但是很多朋友股票亦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常会遇到很多致命的关键 包括股票套牢不会去停损 让自己的股票常常会越套越深 股票总是报上报下 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持股过于分散的结果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 加上会多不会空 行情容易只能做一半 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 就只能注定赔钱 进出没有证据 所以只能用拆的 甚至买卖点才会慢的半拍 让自己的风险会多出更多 因此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目前的操作在资金效率的部分 能不能去主动积极创造获利 还是总像过去一样 消极的抱着手上的股票 死抱不抱要等上涨 在风险控管的部分 能不能在风险出现的第一个时间点 直接控管在最小范围之内 还是总像过去一样 任由亏损持续不断的扩大 然后不去理它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甚至呢 在进出归后的部分 能不能在进场之前 很明确的先把进场停损停力 三个价位一次先规划好 还是总像过去一样 每一次进场都是一时的冲动 然后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也就是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当操作没有规划 一切都是被动的同时 很容易受到行情涨跌影响 当行情有出现震荡的同时 股票套牢的同时 常会越套越深 最后无法翻身 相反的 如果你有完整的规划 如果你是主动的操作 不管行情怎么样变化 财富一样可以快速的一起起来 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当然在进场之前 就有进场停损停力 完全完整的规划 而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这市场当中 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KD已经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力 上加位一次和各位 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 因为资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到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资金 多控制双向 获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说 也就同一个事实 也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跟着新旧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到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金 卖掉一档之后 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 也一步步做下来 从12月19号到建田 一个月的时间 你一百万 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创出 一百二十九万的利润 而你一千万 透过金流力量 也帮自己创出 一千两百九十万的利润 但是 再回过头想一次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 死报活报方式做股票 甚至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 帮自己操股票 到底帮自己创出 多少的报酬 因此呢 就我在节目当中 会查询各位的 我说过去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时候 此时刻就该 花一条路 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4号这一天 这种票100万 赚了10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口袋 接着换股价报酬 4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买加农这种票 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4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钱包赚钱 发口袋 再把资金 转买加农这张票 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K线 丑丑杀赶快买了 再次的 坐在家上面 短短的一天 两天 你的100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0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样的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 坚持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5号这一天 这样的票 100万 赚了40万 系统告诉美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 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得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当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要卖 你舍不得卖 不到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让 大赚别小赚遗憾 又再次发生 但是 当拥有 新经济的观念 遗憾不但不会发生 反而 可以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5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100万赚了40万 系统告诉美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单 接着换股价报酬 问题是5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赚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5号这一点 很简单的按 一键旋骨多 一样赚金旋骨 一样赚金旋骨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金 转买得宏这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5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钱包赚钱 发一口单 再把赚金 转买得宏这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K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 坐在家上面的边 短短一天 两天 你的100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0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项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他 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赚6号这一天 这项票100万 赚了10万 系统告诉美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慢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战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要卖 你舍不卖 包最后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抱上抱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你拥有新经济有观念 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6号这一天 这样的票100万 赚了10万 系统告诉美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将它报酬 问题是6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材上 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6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的 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读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满心情这样的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6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满心情这样的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黑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家上面的别人谈 短短的三天两头 一百万 不是也放弃刷出 是三点九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样一票当然也不是例外 一样坚持赚它 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10号这一点 这张股票一百万 赚了13.9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银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单单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浪费了三天的时间 但是 当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0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13.9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银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单 接着换股证要报酬 问题是 10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卖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 回到10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简单 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案 一件选股多 一样是自行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满华金这样的票 赚他最短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10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前面要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 转满华金这样的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K线 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 坐在脚上面的边 短短三天两头 你的100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4.9万的利落吗 好事 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也就在节目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而已哦 事实上从1月3号到今天 8个交易的时间 你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 已经帮自己刷出58万的利润了 而你1000万呢 已经帮自己刷出580万的利润了 但是到今天 还是用过去死报活报的方式做股票吗 还是用过去不能实在软体 帮助自己操股票吗 很多TOPO在市场当中都很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时间可以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 事实上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并不难 但是一定要完完全的敢做到 敢买敢卖敢换股 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百分之一 集中操作单单股票 不能像过去一样 总是用分批加码分伤各国方式去做股票 再来 没单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这一段 也不能像老派投资官一样 总是消极的死报活报手上股票要等它上涨 甚至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 更不能像过去一样 进入的时机才会慢点半排 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一 集中操作单量股票 加上银格风险控款跟领先市场买卖点 才有办法帮助各位 把财富快速了一起 而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做到简单明确然后要有效率 很多投资股票为什么做得很辛苦 当你没有办法掌握出一单股票最好赚买点的同时 常常要拆买点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过去呢股票你会常常买在前面等它上涨 要浪费很多时间等待它整理的过程 甚至还要被套牢 要不然都是等到大涨一段之后 匆匆忙忙进场要帮别人抬教 然后呢新会员要帮旧会员抬教 到最后谁不知道谁会是最后一只老鼠 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 一单股票一个阶段买点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最好赚买点 就如同你有做手系统 这样股票在这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看那个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所有客户战法这一天只有个做法 百般直接买借 让好事很赞发生 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我说每一档股票事实上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论一档股票 因为涨势赚钱办法 他们也有赚钱办法的同时 每一档股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 方法都是一样的 可以做到这么简单而且非常明确 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会敢做 就从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 你有坐手系统的同时我们同样的都可以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就不用怀疑了 绝对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 最好赚的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所有客户战法这一天还是只有做法 百般直接买借 让好事很赞发生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做股票就可以变成这么简单而且单纯 而且不需要跟股票一路一路抱下去 如果一档股票没有帮你赚钱 让你套牢 如果你继续等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常常就是大赚变小赚 小赚变套遗憾 会持续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那就可惜了 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 因为掌握是一个赚钱办法 我们要让每一档股票都来帮我们赚钱 每一天都会有赚钱的机会 而不是死守了一档股票浪费很多时间 到最后还没有办法赚到钱 甚至还套牢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方法可以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明确 过去你做股票是不是把股票做得太复杂了 想得太多然后拆得太多 然后不明确的情况之下 买也不是卖也不是 但是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每一档股票看到都是同样的方式 这档股票在这一天 如果你有做手系统 你一定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 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既然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下 当然我所有客户在要帮这一天 还是一样 百分之间买进 让好事很自然发生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买最好赚买点 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买进之后 在最短时间之内要把获利实现出来 不是用时间去等待 这个风险会很大 而且会浪费时间 你怎么知道它整理结束之后 它会上去还是会下去 对不对 那同样的 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当没有做手系统 有赚钱办法的同时 每一天当然都会有赚钱的机会 那昨天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当然有 所以我说过 新会员绝对不需要帮救会员抬教 也绝对不可以帮救会员抬教 就同你所看到的 昨天你有做手系统 你一样看那个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赚买一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一点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一样 我所有科技在马这一天 只有一个做法 百分之机买进 让好事很灾难发生 那为什么敢百分之机买进 因为就是这么简单明确 而且不是等到长虹大量突破之后 再做追价 要买在前一天 要让所有人来帮我们抬教 也就是同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好想想 过去做股票 为什么会做很辛苦 因为每一档股票 只敢买个一层两层试试看 然后每个点位 只敢买个一层两层试试看 如果是这样的做法 那代表 从头到尾代表一件事情 对于股票 对于买点 我都完全没有把握 都在差异的情况之下 才必须要这样做 但是就是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做股票绝对不是赌博 所以就要做到完全精确 而且非常简单 也相同的 就不同我永远相信一件事情 我永远只相信 只有客户获列口碑 才是最好行销 其他都是多余的 但是 想要跟着心经有观念 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事实上并不难 你现在牵绝只是一个 亲身体会 领先实战心技术的机会而已 我们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计创线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特殊报道欢迎回到现场 就如同我跟各位分享的一样 当你有作手系统去做棋子的同时 这种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从 完完全全没有流伤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 赚赔加总结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12月一个月过去了 挣那么多付这么多 挣付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2951点 0115天过去了 挣这么多 挣这么多 挣付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1289点 当然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一笔 多一笔 一口单充呢 可以挣77点 但是 很多投票指数一直做得很辛苦 原因会出在哪里 在操作指数的过程当中 常会遇到很多字面关键 八块余遇到盘整盘 常会被多空双杀 市价追单有严重滑舊问题 进场之前 没有办法先把停损 停力先规划好 所以操作上面 常会慢的半拍 加上你所使用的软体 买卖点讯号会消失 还有太多的参数 模组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做起来当然会很辛苦 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当然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进场之前 系统就可以立行不确显示 进场停损停力 上交位一次合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从 全数定价百分之百 不要滑架问题 每一天每一笔 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死 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没有参数可以设 这个模组简单明确 全部不用刻意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一笔 做一笔 一口当中可以振77点 而今天第一笔交信号 在8.55分的时候 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到的讯号 那为什么不做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 会先到进场停损停列位置 如果先来到停力满足点的同时 当然不会去做它 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进场的单坑K线 一定会给各位明确的 进场停损停力 那也就同你所看到 我们直接看正百重均值的部分 在进场之前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阶段 停力满足点 会是在14833.33 可是呢 这个收盘收定的时候 已经来到14835了 表示什么 已经满足了 所以你就不会因为 这个跳空开高去做最高 反而是会 反而不会满在最高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在先前没有规划 你可能看到 看到行情跳上去 就追进去了 可是追进去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一连串的 往下修正 那当然完成 我们这个讯号之后 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 也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趋势盘 同步做空讯号 我们可以 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李走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 便线下是转折 线下是绿色的 所以同步做空 所以收盘收定 我们设收盘价 14795去放空 一起来看 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 14819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在成交 但是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办 可以规划支撑区 一口袋正 七七一点 记得把它发一口袋 就是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 新技术的同时 好事自然 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明天见